这个排床都把那么多这个 牌子打牌子鸽子打老婆一杆了这个 88 算了算了算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那天晚上在山上收的那个料子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饰料,因为那天晚上嘛在山上啊也不是太安全然后呢没有细细的给大家讲解啊 那现在呢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 那这个料子呢是以120万的价格拿下的 那为什么说会开到这样的价格他 为什么值这样的价格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整面啊 他的实行是完整的 没有任何的断口以及凹口 那这个料子呢他的开窗啊是开的 非常的奥妙你知道吗 他这个正面啊是插了窗的看到没有 那他正面开窗的位置呢我们自然光去看这个色啊已经就是绿油油的 那他这个位置一个吊坠啊已经开出来了那像这样的吊坠啊 在市场上的价格是相当高的 那么再看另外一面啊 这个是他的背面 那他的背面这里开出来的这一条看到没有 基本上是满的而且 他这个位置是还能打灯看到色的 那除了这些位置之外啊 别的位置都是没有任何表现的 那正面这个料子他不溜底 那不溜底呢他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去玩满色 那如果说玩出一个手镯啊 达到这样的总水色的级别是要过千的 知道吗 那我们再看 这一块啊 最之前的是他的这个侧面 因为他的侧面开窗的位置啊 无视牌已经开出来了 看到没有 那他的这个料子啊 他是每一面都开了窗 所以说 他又不溜底 所以他的概率啊 去玩到手镯的话 会比较大 如果说溜底了你去玩满色手镯啊 是玩不到的 那么现在给你们打灯 看一下啊 我先看他开的这个 无视牌这个位置 看来 这个色我们去看啊 他有种 非常甜的感觉 而且这个色 他的浓度跟 均度是非常好的 就说他的颜色是非常的均 然后呢 他也是非常的纯正 因为玩色料本来就讲这样的 龙羊色 均 合 对吧 那 谁啊 谁 小吴 小吴 好久不见 糟糕 你怎么来了 坐坐坐坐 不是有一个好料子吗 我来给你看一下 没事 你先坐一下 因为我刚刚 这前两天放送的 哦 可以吗 好东西吧 必须的 哦 我也有一个 你也有一个 你也有一个什么料子 色料色料 色料 没事你坐嘛 坐下说 差不多 差不多 哎 色料 你拿出来看一下 哦 来来来来来 哦 这个是新货 新货 哎 哎 色料你看看 哎呦 我去 漂亮 也是木丸机的 其实这样一看 你看两个皮壳差不多啊 也是一个木丸机的料子 我看一下好吧 可以可以可以 慢慢砍 慢慢砍 9.05公斤 他这里写了啊 9.05公斤 这个先放这里一下 先看一下他的啊 他这个呢 目前啊 看这里他是这个位置开了窗 那能看到啊 开窗的话 压灯 嗯 这个是 但这边啊 会浅一点 看一下没有 但他这边就非常深 但他这边上来会浅一点 但这个色料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不是说这色料不行啊 品质绝对是ok的 再看一下有没有六底之类的啊 去玩色料 最关键的 特别是这种木丸机的啊 因为木丸机是黑皮嘛 压灯都是 很难找到表现的 如果说他是色料又六底了的情况下 那像这样的料子是什么 不建议大家去玩的啊 这个不漏底了 不漏底了 哎呀 这个是一样 像这边那可是不存在这漏底的 然后呢开窗面积的话就是这个位置跟 这个位置啊 还有这边有两个小小的界面窗啊 色也是非常的样啊 怎么样 这个 洗不洗碗 洗不洗碗 看完嘛 对不对 他这料子应该是这个位置洗过 当然啊 其实洗皮壳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因为 很多眼目吸呀 刚出来的料子没有表现 那就通过人工去清洗呀 或者说去洗刷呀 这是正常的啊 这个料子 还可以啊 可以啊 肯定的嘛 这么漂亮的东西 品质 你是属于一个品质 现在就看都看不到 这种料子 看都看不到 那我这是什么 哎 这是什么 你这什么能比我的比 来 我就不跟你说别的 你玩这么大 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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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确实大一点 但是我们玩翡翠什么时候看大小了 你说我这个差吗 来我们看一下自然光 两个可以对比一下 明显啊 我这个肺定业 他这个肺暗一点 能看到啊 对不对 我这也不错了嘛 我知道 我没说你的差 但你边说看都看不到 对不对 九公斤的料子 没有什么大点 完整的 我知道 你直接说多少钱嘛 好吧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对 老朋友了嘛 我也不说 但我知道你的价格都是 不太好看啊 但你可以先说 没关系 放心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你说嘛 说嘛 人家比较高了 我高了没有说 几十 打不 这个是三了三了 但你要说嘛 三百万 三百万 多钱 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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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这边也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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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开窗这里开的都是小窗 就这个位置大一点 但是你这个大的位置还没有我的这个大 你这个呢全身都是没有任何的表现 也就是说能扩多少不知道 他还有没有空间 不知道 但我告诉你我这个 这个位置是还可以完全再开窗的 那打灯看一下 看到没 那这个是还是非常可以的 这个就叫留有空间给我了 你可以继续扩窗了吗 你可以继续扩窗了 怎么可能呀 这么这么漂亮的 这个料子怎么可能垮啊 没有不可能 哎呀 因为你这边啊 色度淡了一点 就是因为这边啊 它色度淡了一点 所以它不敢再扩 哎呀 就是因为怕扩垮啊 你给多少吗 你给多少 你们看到多少 最高的价格给最高的价格 因为它是一个色料 这边呢 我开窗 我知道了一点 因为浅了一点 你不敢扎了 就不敢扎了 真的浅了 你看这边我开了多深 你看这边 我们就开一小点 开 为什么开一小点 你只能知道 我开多了 这里是变淡了 所以你不敢开了 我们给你扯垃圾 谈下来的 好吗 你给多少 前两天呢 我也看了个设计 也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被谈下来啊 这个料子 我们不给你多扯 给你80 80 80万呢 不是80块啊 大哥 我马嘞 差不多了 百万 百万的东西啊 你给我80 什么百万 哪里动不动百万 动不动百万 你真的是 我给你讲 你这个料子 就这一包开得比较好 然后这个位置呢 这一包开的这两条 它明显涉淡了一点 当然它也是涉料啊 也是在洋内的品质上 都是品质摆在那里嘛 对不对 你这边开窗又小 是石头呢 是比较大 但是你开窗面积 玩涉料 你比如说 你拿个一吨的料子 你开个这么大的窗 对不对 难道就值千万吗 难道没有 难道没有 其实不要看大小 对对 而且你自己看我这个吧 三面开窗 而且都是大开窗 那这里一条 这边啊 不用讲了 你这个肯定比我 比你这个大 这一条 我这里三处开窗 没有任何的变种溜底 它三处开窗的颜色 都是一致的 色也够 也足 对不对 而且他这边 那 这个叫正宗正做翡翠的 风险它 你这个不跟你比我好了吗 你这个不开窗 你有色 对啊 我跟你讲 这个就叫别人废做生意 为什么啊 他知道这个位置 有机会 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开出来 对吧 这上面有色的表现嘛 他这个位置留着给我们商家开 也就是说给我们留点空间 让我们有利润 你像你这个 一点表现都没有 这里真的都开大了 你拿过来办 没有表现 我不是开出来了吗 不是开出色来了 我知道你开出色了 但是你太贪心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开出这个位置了 这边没开出来 你可能更贵 但是呢 你也是怎么想的呢 你把这边能开完 开出个满色 那更贵 这里我就是要开一小铁 开一小铁 开一小铁 它是四铁了嘛 对不对 可以继续开的 你加一点嘛 你加了一点嘛 80万啊 你说多少吗 那你说300了 你怎么谈呢 对不对 我少给你一点嘛 多少 我不加强 奔天的价格给你 多少呢 你说180万 180万 成长价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俩相差多远 你知道吗 我俩相差的距离 就是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缅甸 他不是跨省 是跨国 这个是色料 色料大哥 可以继续开庄了 像这样的色料 如果说在没变种的情况下 我估个价 不是说要干嘛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开变 那这个料子的过板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你毕竟变了 不管说它是变成什么样子 毕竟跟开窗的 两个位置不一样了 一个射弹了 一个射龙 对不对 那肯定要影响价格的 那如果说你没开这个位置 我跟你讲 你这个位置反而没开 就只开这一包 我跟你讲 价格都能过板 就为了你这样 早知道我都不开在这里了 那你也分享啊 对不对 这里慢慢开开开开 开到这个位置 开到头 颜色一致 对不对 那你不要加个三千万了 那你加倍往一两万 对的 最高能给多少 加倍一点 我们都是老婆的 85最高 你先这样开了 过不了板 实话实说 好吧 你这样搞了吗 下次我有好东西 我都不改了 拿过来给你砍了 你要说这个料子 我过不了板 你就不来跟我送料子了 有好东西也不来了 没关系 你拿走 好吧 那你好好 你给我一口 我家们有这个百万数的东西 你85了怎么学啊 是不是 这个开窗地方那么多 是不是 大牌子 狗子蛋都可以干了 这个 88 算了算了算了 他这么不来了 不来就不来了 说实话 像他们这种老名 其实说做生意也做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玩翡翠 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点 在你们不是很懂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去乱碰这些高货 收藏料 因为你们不是太懂吗 而且收藏料 像这种东西 它的价格本来就是高的 对不对 然后其次 像老名刚刚说什么 以后不来跟我送货 其实他呢 也是在玩激将法这些 他以为他不来跟我送来 会抬高价格 或者说我会去追他 怎么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玩翡翠很长时间了 其实像很多时候 你们看到我的都收下来 怎么样 其实我很多时候 没收下来的料子更多 只是说没有放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说玩翡翠呢 首先你要喜欢 喜欢对吧 喜欢是最关键的前提 其次要再去了解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 那你怎么去玩呢 对不对 最后才是购买啊 所以说玩翡翠分三步 喜欢了就去了解了解了解了再去购买 好吧 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大家玩翡翠呢 都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之内 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就是最值的 因为翡翠这东西 本来就是一个无价的 对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记录到这里 有喜欢刀割的 或者说想了解更多 翡翠最重要的知识的 点赞关注加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